大家都知道2022年春季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很多选手都在加紧训练 尤其是UZI 因为此前已经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需要在这段时间内找回状态 不过就在最近 他的节奏不断出现了很多负面消息 其中网络上有一首歌专门用来嘲讽UZI 这也导致UV的心态有点崩溃 不过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用这首歌来激励自己 一周更是打了101场rank 目前UZI已经打到了含幅400多分 这要比一般的职业选手上班速度快多了 上分速度其实大家并不关心 而是在这段时间内UZI打了很多场rank 一周时间打了101场 平均下来一天就需要打14场rank 一场rank平均下来也要30分钟 可想而知这后面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当然UZI的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这期间他就遇到了Gala 在rank中他并没有手下留情 面对Gala也是丝毫不慌 甚至完成了吊打 在对线期间 UZI就已经取得了压制 在后面的团战的细节处理上更是完胜Gala 可以说UZI实力不减当年 主要是现在的节奏比较多 UZI作为当事人并不好说明什么 也只能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己 他一周打这么多场rank 无非还是想提高自己的状态 提高自己的实力 在后面的比赛中用来击败对手 用来给外界一个回应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外界的一些节奏 我们还是需要理性看待 UZI能够选择付出已经很不容易了 况且年纪这么大还在坚持 无非还是想为了自己的梦想继续走下去而已 暂且不说是否支持UZI 外界带一些节奏就很不应该了 也希望UZI不要说外界影响 努力提高自己的状态 打好比赛才是关键 那么大家针对此事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讨论